Pokemox 那到底他应该要怎么就是往下去成长 他的人生到底会不会因此有不良的影响 其实他这部电影他在探讨的就是父子 然后还有就是兄弟的情谊这件事情 那其实他也是一个所谓的公路冒险 就是你们如果看这个预告片 你就可以去看我看一下这个预告片可不可以再打 因为不会有声音所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直播 但是你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画面 就知道说到底这部电影 他在讲什么 他其实讲的就是魔法 然后还有就是现代工业 其实这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摩擦 你从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看到说 迪士尼应该是说迪士尼跟Pixar 他们还是用了非常精湛的动画技术来诠释故事 一个电影为什么好看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故事够吸引人 所以大家就去看 那我觉得他这次在故事上面的铺陈可以营造 其实都是做得很好的 你可能也会思考说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有没有可能真的有魔法这个东西 如果有魔法这个东西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像他讲的 他想要他的老爸起死回生 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你心里面一直观念不去的那个人 他可能是你的爷爷 或者是你没有见到最后一面的亲人 如果现在有一个魔法 可以让他起死回生24小时 你最想要跟他做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它会让我有非常非常深的感触 因为其实我们在从小到大生长的过程里面 一定有我们很最亲密最依赖的亲人 那他可能已经走了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讲 其实你也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情感上的疏解 所以这部电影在最后 我其实看到后来 我还是有稍微落泪 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情感从辈的人 所以基本上大概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来看一下 Shadow说很可爱 期待今天的内容 超可爱的 林雅文晚安 陈云凯说晚安 陈云凯老朋友好久不见了 OK 老大听你介绍台剧谁是被害者 上周看完真的很赞 编剧好台剧演员好 希望可以再多出好的剧本 让演员有更好的发挥 我之前也蛮喜欢一个台剧 就是那个 那个是什么 那个 那部剧叫什么 就是讲那个 好 我等一下就想到我再给你讲 我觉得那部剧也不错 跟可可的夜总会一样好看 对这个王庭说的还不错 很适合接电影代言 想太多了 我只是单纯的分享而已 所以 他的动画 他为什么预告变还在 还在跑啊 也排到久了 反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就是再去电影院看就对了 我们还是要回答我们的正题